這裡是頭五十六線 今天我們要由赤沖嶺登小百月之一的鳳凰山 來到孤家別墅 下車整理裝備 我跟你講 這條路線 我們剛才進來的那條林道 以前清朝的時候應該都是叫赤沖嶺 那我們從這裡出發 大概兩個鐘頭登頂 出發不久 來了一部佛心的小貨車 這人好可愛喔 我們通通坐上去 省了大約三十分鐘的路程 謝謝 謝謝 一下車美麗的雲海 就讓我們捨不得離開 超級美的 就是沒有風景成功 看到這一片也值得 對 一路都可以看日山發燈關 產業道路由梅園進入竹林 一路上不時可以看到雲海 和漂亮的光影 我認真心到她 在一路上去 海上不時可以看到雲海 鏡頭這一條上去 踩下了 驚落度了 怕要40分鐘 進去再淡 這要彈上台 嗯 比較濕 這個露通往這樣嗎? 那現在有一段門線 這也太大了 陳大哥你說這段怎樣? 走30分鐘 走30分鐘啊 上門線 有點原始的步道 好,住靜小又濕滑 走得戰戰兢兢 可以喔 這個好像拿頭套出來的 這雲海很漂亮 好 走這種原型喔 才是真正的樂趣 對 我想說我喜歡跟著陳老復 應該是這個原因 看到一個寫著9的牌子 不久 上到能線三叉路 到這個能線了 這也是能線 到了能線 這邊 這邊往鳳凰山 這邊左邊還有一條岔路 這個是西頭天文台過來的路 我們等一下下山要從這邊走 小心哈 這個西頭都會跑 它如果怕摔 是放輕一點 對 我們剛剛聽過了十次 這個是西頭 路況總算在進入圖林後 變得好一些 再上一段陡坡 看到這個標示 前方就是鳳凰山 咬啊咬啊 鳳凰山 鳳凰山 小百岳編號 53號 1968公尺 一等三角點 鳳凰山這也是鳳凰耶 它有畫一隻鳳凰 這是往鳳凰谷鳥園的路 很難走 那這是西頭天文台上來的路 也是我們今天來的路 西頭熱潮才有人 勾人登頂 不然這座山算是難走 對啊 你是從鳥園那邊過來 真的 又遠又遠又長又爬坡 很累 離開鳳凰山 往南鳳凰山前進 一段好怕 也沒到這麼怕 爬怎麼會是 衝刷流失 你有沒有衝刷 二十是往天文台的 插路了 現在往天文台 往鳳凰山台眼山前進 你們在看什麼 雲海 雲海啊你看 人以為到土地公安部的這段路 會比較好走 想不到一路爛泥一路滑 會後滑 一直等一下 鳳凰山 我們那邊爬一個大坡 這邊要爬一個坡 想休息啊 不行啊 八千七百五 這個 一個涼亭 八七五零公尺 五五零對的 天文台又兩千五啦 對啊 全能線啦 好 開始 一開始 先把材料 即使 廃開 好,慢慢買喔,沒有煮 康福樹煮的菜好吃吧 我覺得不錯,我滿喜歡的 很好吃喔 台眼山在對面 安埔到了 我們從鳳凰山這邊過來 到這個安埔 土地公安埔 旁邊這一條就是溪頭所謂的討票路線 其實很硬斗 然後這邊可以上到溪頭天文台 也可以到南鳳凰山就是台眼山 不過剛上去這一段 非常陡 很乾淨啊 很多人坐到亮亮了 你沒有看 很乾淨喔 繼續上上下下 但已經比之前好走很多 爬上比較好笑 怎麼再爬上海眼山 看,這裡有漁路看到了 街上林道 台眼山的登山口 就在右邊不遠的地方 從這裡上台眼山 到了 到了,休息一下吧 南鳳凰山 這是台眼山 一搭一眼鼻竹風還多 不是在這邊搭戲台來演戲的啊 不是台眼 是台灣森林掩替 這裡就是鳳凡山 我們剛剛從這邊過來的 看起來是有一點距離的 好,原路下山 開始走林道 以前從西頭上來天文台走這邊 這個路啊 這個水泥路這裡都很乾淨 現在可能比較少人走 所以 樹葉就比較多一點 今天最美的就是一直看到 雲海 一直陪著我們 從早上到現在 林道上 遇上運送竹子的貨車 聽說利潤不錯 但是 看起來 具有一定的風險 右上是往西頭天文台 我們要左下 我們往下 走的是烏土爵林道 六公里 我們要走六公里林道下山 全長六公里的林道 我們走了一小段 就看見4.5K的里程牌 顯然 離終點更近了 林道從竹林 進入沙目林 這是最後的路程 所以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我會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影片 謝謝